今天7月25日 星期六 已经两周没有走进赌场看看了 原因有两条 一是对目前赌场缺乏安全感 尽管现在都必须戴口罩进入 但赌场无法保证每个游客和员工都是健康的 加上赌场对外信息不公开 员工确诊外界无法知道 二是赌场来的加州游客特别多 加州疫情已经突破40多万例 而这些游客来拉斯维加斯又无法自我隔离 健康状况更把无从考察 这些隐患令人担忧 赌场或许已经成为传播病毒的最佳场所 而州长的强制措施只停留在戴口罩和社交距离上 什么时候把费必须的娱乐场所关了 疫情才有可能遏制 白宫冠状病毒应急协调员 戴布拉·伯克斯博士 周三江拉斯维加斯 与巴尔地摩 克里夫兰 印第安纳布利斯 迈阿密 新奥尔良和圣路易斯等其他十个城市 被列为病毒困扰点 并呼吁这些城市应采取积极步骤 遏制病毒的传播 在此之前 7月14日的白宫报告中 内华达在内的18个州被贴上红色标签 属于拉斯维加斯大道管辖权的克拉克县 发表声明说 政府官员们正在评估 是否需要采取其他措施 来回应伯克斯博士的评论 政府部门正在招募400多人 以增加60名内华达州南部卫生区工作人员的工作 帮助调查阳性病例 跟踪和联络可能被接触的人 内华达州在周日报告了 1,018个新增病例和2例死亡 累计确诊病例已超4万例 最近两周 每日新增病例都在1,000以上 根据内华达州医院协会提供的数据 截至7月23日 全州住院率达76% ICU占用率为69% 呼吸器使用率为41% 大流行对赌场生意产生巨大影响 多家在纳斯维加斯大道上的赌场通知员工休假和可能的永久性裁员 永利度假村已通知一些员工休长假 公司发言人发表声明 尽管在关闭期间 我们保留了所有员工 但我们现在知道 拉斯维加斯的赌场业务面临着怎样的挑战 并且正在大幅裁减人员 在大流行停工期间 永利度假村总共支付了近2.5亿美元的工资给员工 一些员工最近也面临减薪 根据员工的薪水 减薪幅度为5%至20% 休假的员工将在10月31日之前继续保留健康福利 联邦失业金补偿计划本周六到期结束 对成千上万的失业者提供每周额外的600美元补偿也就没有了 该补偿的终结使一些经济学家担心消费值的支出将下降 从而给经济带了第二次打击 国会两党对下一步的援助计划一直没有达成一致 周五参议院多数党领袖麦康奈尔表示 他希望参议院在未来两到三周内 能够将下一个援助法案提交给众议院 推迟计划的原因是 共和党议员希望减少每周600美元的补助金 而民主党则赞成将额外的600美元补助 延长到明年1月份 一些共和党议员希望将失业金补偿降低到200美元 而政府官员提出了一项计划 只要将福利降低到只有100美元 麦康奈尔再次表示 他不支持延长600美元的联邦失业救济金 但支持继续执行由各州主导的传统失业计划 在内华达州数据显示 失业金平均每周964.2美元 比2019年私营部门雇员的平均每周工资高117.67美元 失业金高于过去上班的工资 也会打击很多人上班的积极性 失业金援助在5月份占美国总收入的6% 甚至超过了社保金 经济学家说 这是5月和6月零售业出现迅速反弹的原因之一 据牛津经济研究院估计 如果将这600美元全部延长至年底 这将增加消费者的支出 足以创造约100万个就业机会 大家只有耐心等待下周的最新进展吧 今天的节目到此结束 感谢您的收看 欢迎订阅和点赞 我们下次再见